就在这几日,欧洲上空发生了一场非常诡异的空弹 离奇程度可以说丝毫不亚于《惊悚电影》里才会出现的情节 法德丹瑞四国战斗机为此还相继升空一探虚实 最终却被吓得语无伦次 这到底是咋回事?咱们一起来看看这次火箭鬼的飞机事故 9月4号下午2点56分 一架飞机从西班牙起飞,准备前往德国的科隆 飞机在起飞前一切正常 起飞后的短暂时间内,也与地勤部门保持着良好的沟通 可就在刚刚离开西班牙领空后,异常情况开始出现 飞机突然间就与空中交管部门中断的联系 任凭工作人员大喊Hello,Hello 这架飞机始终无人应答 没过多久,这架飞机很快飞到邻国领空 监测到诡异飞行路线的隔壁国家,直接蒙圈了 这是遭遇了恐怖袭击吗? 不一会儿,法国、德国、丹麦和瑞典的战斗机排着队起飞了 当这些战斗机群接近了这架无人应答的私人客机 打算进行干预拦截时,最诡异的情节上演了 驾驶舱竟然是空的,客舱竟然也是空的 任凭战斗机驾驶员如何呼叫 依旧是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 最终,在这几个国家战斗机指挥部的约定下 他们共同围绕着这架无人机飞行 直到大约晚上八点,也就是客机起飞五小时后 燃料耗尽,坠入波罗地海中 至此,这些受到惊扰的国家才把心放在了肚子里 随后开始了营救工作 目前已经找到了飞机的部分残骸 但遗憾的是,没有找到任何的幸存者 或许飞机的乘客已经被无情的大海吞没 又或许这架飞机里可能真的就没有人 根据BBC的报道 这架飞机是在奥地利注册的 机型为塞斯纳551 本来计划是在西班牙当地时间 于南部城市赫雷斯起飞 原定前往德国科隆 德国和瑞典媒体称 根据航空部门的申报记录 飞机上的人应该是72岁的德国商人 彼得·格里斯曼 他正在开飞机 还有他的妻子朱利安 女儿丽莎和一名男性朋友 这架小飞机坠毁后 瑞典海事局已出动救援船 飞机还有直升机前往事故现场搜救 拉托维亚也派出救援船只 立陶宛空军也出动直升机进行搜救 目前已找到小飞机的残骸 并且现场传出还有漏油的迹象 关于这架飞机失事的原因 目前还是个谜 坠机只是因为燃油耗尽 但为何机组人员与乘客 全体失联才是问题的关键 有报道指出 驾驶员曾通报说 机舱压力出现了问题 这可能是导致机内人员 失去意识的一个潜在原因 航空安全专家Hans也指出 机舱快速减压可能导致乘客和飞行员失去知觉 这可能是战斗机见到飞机无人驾驶的原因 瑞典搜救行动负责人Lars在接受参访时表示 他们目前没有看到任何人 也没有发现任何人类的遗害 导致飞机偏离航线的原因也正在调查之中 根据航空追踪网站Flightradar24的数据显示 飞机在坠毁之前 继续以自动驾驶的方式直线飞行 他们在停止接收飞机的转发机信号之前 收到的最终高度为2100英尺 下降速度为每秒8000英尺 与此同时 该追踪网站还捕捉到了飞机失速后 在雷达上显示出来 急速盘旋下坠的运动轨迹 一位推特网友在看完这则悲剧后感慨道 人们在Flightradar上看着它实施坠毁 为什么在2022年 我们即将重返月球 但仍然有一些人死在飞机上呢 确实 每一次的空难基本都是毁灭型的 当飞机失去控制的那一刻起 似乎就没有任何的回天之数 不知随着科技的发展 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 在未来的航空事故中 能给我们留下更大的生存机会吗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